主料,低筋粉70克,鸡蛋220克,白糖100克,玉米油45克,炼乳45克,主料,白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装备材料,鸡蛋,白糖,炼煮,低筋面粉,先把鸡蛋的蛋黄和蛋白分离,盛在白的盆要保证无油无水,最好使用不锈钢盆, 开始制作蛋黄糊,把4个蛋黄加入20克细砂糖,再加进撑好的玉米油加进去,搅拌均匀,撑好炼乳,加进去,搅拌均匀,撑好低筋面粉,过筛,过筛的低筋面粉加进去后,用橡皮划刀轻轻拌均匀,不要过度搅拌,以免面粉洗筋,翻拌好后,蛋黄糊做好了,备用,现在开始打发蛋白,用打蛋器, 把蛋白打造成鱼眼泡状的时候,加入三分之一的细砂糖,约27克,继续搅打到蛋白开始变浓稠,成像粗糙末时,再加入三分之一糖,再继续搅打,到蛋白比较浓稠,表面出现纹路的时候,加入剩下的三分之一糖,当提起打蛋器的时候,再把能拉出一个反小直立的尖角, 就表明达到了干性发泡的状态,可以停止搅打了,趁三分之一蛋白到蛋黄糊中,翻拌均匀后,把蛋黄糊全部倒入一层蛋白的盆中,混合好后的蛋糕糊,倒入8寸模具内,抹平,用手端住模具在桌上用力震两下,把内部的大气泡震出来,入烤箱, 170度,约30分钟即可,烤好后的蛋糕从烤箱里取出来,立即倒扣在冷却架上直到冷却,然后,脱模,切坏即可享用,也可以用来制作各种表花蛋糕,烹饪技巧 一,如果没有足够的制作经验和专业知识,不要随意调整戚风的配方,成功的戚风不仅仅是外形完整不会缩,而是应该拥有如雨朵发细腻的质地,以及极其松软细腻的口感,这比完整的外形更加重要 对于极风的配方,不要想当然,比如,不要以为在配方中,多结一个鸡蛋会让蛋糕更加松软,这样反而会让蛋糕口感更硬,而烤的时候放在哪一层 家用烤箱一般比较小,建议放在中下层,以防止蛋糕膨胀后,顶部距离炸热管菜已经被烤糊了 三,一定注意,极风烤的时候,不能使用防粘的蛋糕膜,也不能在模具周围涂流,否则气氛会长不高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